预估 台风中心有可能在星期三的时候 在南端陆地登陆之后再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所以要提醒南部的朋友要特别做好防台的准备 下午两点的时候 台风中心已来到 俄罗宾南南东方到170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会往西北西 转北北西的方向移动 不过后未来的移动速度会越来越慢 目前我们发布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区域 在海上部分增加了台湾海峡北部 也就是海上警报区域是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南部和台湾海峡北部 陆上警报区域依旧维持台东 恒春 屏东和高雄 台风在未来再行进这样的路径过程中 我们预估它强度还会再增强一些些 有可能会增强为最强的中度台风 甚至如果环境适合 有可能不排除变成强烈台风来影响我们 同样的提醒大家台风在影响我们之前 它的强度结构都还是维持完整 还不会被破坏 至于在未来的状态 我们预估未来在明天下半天 台风逐渐的开始有向北转的机会出现了 但是它移动速度并不快 会一直到后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方向 从南端陆地登陆之后向东北的方向移动 这一段接近我们以及通过我们的时候 它的移动速度都不快 都不快 然后对我们的影响时间也不短 要提醒大家多留意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其实在台风已经将逐渐在影响我们情况之下 长浪 风浪 风力都已经增强了 在长浪部分 蓝域已经有 它的浮标已经有观测到7米以上的长浪 另外其实在俄伦比 花莲 归山岛 以及在彭佳雨 它都有4到5米的长浪现象 我们现在持续发布长浪资讯提醒大家 今天下半天在金龙北海岸东半部沿海 包括绿岛 蓝域 还有恒川半岛沿海会有长浪情况 随着台风靠近 今天下半天晚上以后 明天长浪区域就会比较更多了 像屏东沿海 还有中部以北沿海 以及彭湖近门马祖都可能有长浪的情形 风浪 今天晚上到明天 台湾附近海边风浪就明显增强许多 除了4米的浪高环绕在台湾附近海域以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东边海面 甚至海峡南部和南边海面 都是5米以上浪高 更靠台风中心 会有8米以上浪高 随着台风的移动 这样的高的浪高 会持续影响我们的海域 至于在风力上 依旧提醒大家 在台湾附近海面 风也很强 尤其到明天 可以看到10级以上的强阵风的区域 10级平均风 我们现在红色区域 平均风9到10级 强阵风11到12级的区域 已经在台湾海峡 海南部海面 以及东南部海面 其他海面风力也不弱 尤其在台风中心 会有15到16级的强阵风 在台风缓慢移动的过程中 台湾附近海面风力强劲 另外陆地上的观测 台东已经有12级 台东的蓝雨已经有12级的强阵风 成功也有10级的强阵风 至于未来的短时间预测 从今天一直到明天清晨 至于今天到下傍晚的时间 傍晚6点 到傍晚6点 强阵风区域 因为台风移动并不快 所以主要的强阵风区域 依旧出现在这些地方 直到傍晚6点 然后到深夜 一直到明天 依旧是在绿岛南域 以及恒春半岛 会有11级到12级的强阵风 那我们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提醒大家 在这些地方都还是有强阵风 另外我们也预估在苗栗以北的沿海地区 东南部沿海地区 甚至蓬沫金门马祖 也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 所以提醒大家 强阵风的状况 随着台风靠近沿海的强阵风 越来越明显 好 在天气方面 我们知道今天台风未为环流 在影响我们 清晨到目前为止 花东地区已经有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那这个雨在今天会持续的下 又直到明天这些地方持续下雨 至于未来它的情况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预测图 在明天到后天 台风持续的靠近 以后两天 我们随着台风路径的调整 我们预估就以明天来说 东半部的雨 北部的像这些地方的雨还会下 但是南部地区在明天 比较晚的时间也开始下雨 南部地区 那当然其他地区 会有一些飘过去的云 造成降雨 雨并不太多 另外再来到后天的时候 东半部地区持续下雨 南部地区的雨 会随着台风中心很靠近 雨会变大 北部地区的雨也会变大 这个雨就要看台风 在周四下半天以后 它离开速度如何 然后在降雨区域才会越来越少 在南部 东南部的雨才会逐渐的减缓下来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 在明后两天 台风影响的时候 花东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 还有中南部山区 以及东北部山区 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随着台风路径调整 所以是变成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依旧有机会 但是中南部山区 也开始有豪雨等级上的降雨 至于北部的降雨 比较明显降雨会出现在东北部的山区 这部分请大家要多留意 今天我们说有焚风造成高温 今天平地最高气温是出现在台中 36.4度的高温 然后在彰化和苗栗 有将近35.535.6度的高温 东西两样情 像通常外国环流从东边靠近的时候 东边和西边的天气是完全不同的 刚刚我们所提到西北部 雨比较少的地区 在明天依旧有高温 好 高温预测35度到36度左右 新竹到台中 一样可能有焚风造成的高温 请大家多留意不同地方的天气形态 还是看看这个台风的预报 这台风到底在什么时候会转向 其实目前所看到的台风参考指引中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明天清晨 可以看到的参考指引 后天清晨 星期三清晨的参考指引 到之后 星期四清晨 所有参考指引其实在未来 它都越来越广 所以目前还是 它是比较零散的 那还是有不少资料 它认为 就告诉我们 台风的预测路径 有可能比我们目前主观预报 我们的官风预报还在偏西一些些 在向东北方转向过来 这部分我们会持续观察 最后要提醒 台风正在影响 尤其是明天 后天到星期四上半天 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海面风力已经增强 也还有强征风长浪情况 提醒大家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 要小心 尤其台风中心容易有强风好雨 就以豪雨的状况来说 今天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的雨在越晚会越大 而明天后天两天 整个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 周南部的山区和东北部的山区 会有豪雨上等级的降雨 在这种形态之下 依旧提醒大家 前往亿兰 花莲 台东这些地方 以及高平的山区要特别的留意 还有台风中心 极有可能在星期三 从南部登陆 再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 所以可能这南部地区的朋友 特别小心台风中心的强风好雨 尤其我们预估它在接近的时候 从明天开始 西南部地区 从屏东 高雄 台南 嘉义 要小心台风暴潮 以及沿海地湾地区 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危险 台风正在靠近台风变化 它路径变化就会影响到 影响我们的地方时间和程度 气象鼠会随时监测台风的运动 大气的状况 以及所有我们可以用来的参考指引 然后做出预报 提醒大家留意 所以提醒大家从事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参考我们最新的预报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这个方法的人 中文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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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